据德国商报网站2022年12月30日报道 中国是目前最令金融市场关心的话题 分析师们认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望在2023年第一季度末复苏 报道说 中国放宽防疫限制 这最初引发了股市反弹 香港恒生指数已经从10月底的年内低点上涨了35% 追踪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展的护身300指数 同期上涨了11% 美国银行对281名基金经理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约4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预计中国调整防疫措施之后 将实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 因此不少投资策略师看好中国股市 汇丰银行预测 中国大陆股市将上涨19% 报道援引安联全球投资基金首席投资官 威尔日尼·麦松纳夫的话说 中国市场如此之大 2023年是利用波动性 并有选择的长期增持的非常好的一年 另据瑞士现金周报网站12月29日报道 在中国 投资者期待经济在调整防疫政策后重新开放 美国银行新兴市场团队负责人卡洛斯·费尔南德斯·阿勒成 由于旅游人数日益增加 泰国很可能会从中国的开放中受益 报道指出 费尔南德斯·阿勒说 中国经济的开放不仅会让周边地区 而且也会让世界其他地区感受到 许多拉美国家向中国出口大量商品 例如巴西是中国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国 另据马兴社1月1日报道 随着新年钟声敲响 曼谷黎明寺上空燃放绚烂的烟火 泰国希望2023年旅游业能复苏 泰国旅游局局长玉塔莎速巴送说 原本预计今年泰国将有2000万游客 这不包括中国游客 但在中国放宽防疫措施后 泰国修改了目标 预计将有500万中国游客到来 报道说 玉塔莎指出 预计2023年第一季度 每月会有5万至10万中国游客 这些数字可能在下半年逐渐增加2-3倍 他还保证所有游客都将受到平等对待